家父在外境上 經常坐船出海 有一次 遇上了海難 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今天是家父的祭日 在我們老家有個說法 海上喪民的人 要是看到飄荡的小船 都會想要飛上船看看 是不是家人來接自己了 你父親不會失望的 這世間 怎麼會有父親 對自己的女兒失望呢 把臉上的眼淚擦一擦 對不起啊 今天把你傷著了 沒事 不要緊 怎麼會沒事呢 這的確是我的錯 我武功這麼高強 你別逞強了 我一會兒通知醫館 給你做一下證骨 然後再喝幾件 舒筋活絡的湯藥 你的肩膀應該就沒事了 多謝羽公子 多謝職人 還是叫我羽公子比較好 職人這兩個字 我確實不習慣 不喜歡 不喜歡 我是說不習慣 不過 也確實是不喜歡 雲姑娘 時間不早了 我得送你回去了 抱歉啊 我必須送你回去 是 你現在是職人 若是單獨和我一起出現 怕是會給公子迎來是非 你就這麼不想 跟我一起出現嗎 我